计程车工会举行持续的纾困课程 这次第二次课程带着许多计程车同业 来到国家公园的许多景点 宅山坑道、古冈湖等等 黄景丽也表示 这次疫情造成金门计程车业者的萧条 希望透过这样的纾困课程安排 能让司机们提升未来的服务品质 也让这些问贾朋友们度过这回的危机 我们的第二题次总共也是80个人 那我们的内容呢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听到的优秀老师 来跟我们的学员做很多很多的深入的一个知识 那也从台湾带了很多这一个 关于现在目前最夯的网络行销 就从我们的台湾来的老师过来教导 那同时也找我们当地最棒的解说员 还有导游带着我们这些学员 到所有的景点 然后好好地去参观 去讲解、学习 会有在一个就是 注定小课车工会的举办的 其实它也是包含这个 金门的交通的工具的这个公司跟工会 也会在里面一起研合协访 计程车工会理事长李开正表示 从过年的疫情开始之后到现在 大家不太敢出门载客人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入 最近疫情虽然比较不严重 但是来往的游客还是非常少 希望这些补助课程 能帮助到这些问贾朋友 那这个行销 老实说我们这类小的行销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其实政府最不重视的是这一期块 所以我们不要自我很多 我们自我们自己 我们要注重我们自己 我们注重我们自己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所以人重 我们知重才能获得人的知重 所以我感觉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我们在职场上 每个这个影衣上 都有发明小螺丝丁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这个职位 在我们这个职场上 不算是很重要的一种 但是我还有一天 我们这小的商务也没接近车 你会感觉吗 全部都停对 我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政府那时候最怕的 你怕警察发光吗 因为我们很难 所以我们这个事 我今天不是说我国际的发光 我今天是说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看重视乎 不要看清视乎 这个事很重要 我说我们以后我们真的这个疫情如果一过的话 我们各位都是我们金门的一个方方的底座 一个监编 我们那个两岸三地 我们这个第一线的那个光光的匠片嘛 就是各位 我们在那个北陶在那个接触的 第一线的议会比较 又走出来 就是我们越南做造的 第一线就是这样 但我们各位都是代表我们金门的一个形象 我希望我们 透过这个 这个平信 可以让大家 有一个资产上的一个提升 形象的一个改变 第二次课程大概有80名的学员参加 工会希望可以趁着这回疫情空闲时间 安排这些课程 一方面协助这些司机度过难关 二来可以提升地区的计程车司机的素质 让金门的观光细节更加提升